而且我听说爷爷奶奶每次直播的时候 这个装扮也是各式各样的 你看不同造型 哇 风富多彩啊 哇 太酷了 奶奶 你知道这个网络直播很多时候它是要用网络语言的 你懂网络语言吗 懂啊 那我看看你 我跟你说 我送礼物给你 你怎么跟我说呢 谢谢 摸摸哒 比心 这余老师不知道啥叫比心 你 啥叫比心 我因为不开始播 我怎么知道我50岁的年龄怎么开呢 你肯定年龄比我大一点的 我教你啊 那说你是高龄直播 你没有多高龄啊 我76岁 我76岁了 哇塞 很厉害啊 爷爷 你几岁啦 三岁 三岁啊 三岁啦 啊 爷爷 爷爷三岁 你比我大 我说假子 我说假子 爷爷 你不是太晚了 爷爷发死啦 爷爷发死啦 看到这儿您是不是也觉得挺奇怪 这老爷爷挺逗啊 这明明80多岁了 为啥还说自己是三岁呀 可能好多朋友一定以为 崔爷爷爷是为了直播效果 故意搞笑的吧 但是其实不是 同样的问题 曹奶奶每天都会问崔爷爷好几十次 但是每次的回答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崔爷爷患上了一种病 叫做阿尔兹海默症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老人痴呆 而这个病会让人忘记很多事情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 得了这个病和直播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还得从六年前说起 那时候崔爷爷刚刚被诊断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有的时候夜里 曹奶奶睡着了 崔爷爷就悄悄地出门了 见人就说 我是去找曹奶奶 慢慢地 崔爷爷不仅仅开始忘记做过的事情 甚至连最亲的孩子们都不记得了 有一次周末 小女儿去看他们 敲了半天门 崔爷爷爷都没开 还隔着防盗门大声地问 你是谁 那是崔爷爷第一次 忘记他最最疼爱的小女儿 医生告诉他们 阿尔兹海默症无法康复 只能做保守治疗 而随着病程加长 病情也会越来越严重 发展到最后会什么都不记得 生活无法自理 甚至连吃饭 都不会 看着崔爷爷的记忆力越来越糟糕 全家人心里都着急呀 怎么才能帮助爷爷找回记忆呢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的记忆衰退 再慢一点呢 陶奶奶想过很多办法 比如说 他带爷爷去熟悉的街道 走一走 逛一逛 到他们常年都去的菜市场里买买菜 拿他最喜欢的书给他看 可是崔爷爷并不买账呀 整天就是迷迷糊糊的 总想睡觉 一直到2016年的端午节 孙女贝贝 拿着手机 让曹奶奶看 上面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对着镜头唱歌 孙女告诉他们啊 这叫网络直播 在那呢 人们可以唱歌跳舞 还能聊天说话 而这个时候 本来坐在一旁 毫无表情的崔爷爷 竟然也看上了 小小的屏幕 似乎 有点好奇的身心 当时这曹奶奶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是不是 我也可以带着老伴 一块上这直播呀 那没准 他还能感兴趣呢 于是当年的七月份 曹奶奶和崔爷爷的开心奶奶直播组合 就正式上线了 在直播间里啊 爷爷奶奶称呼为网友宝宝们 也学会了表达喜欢的时候说 摸摸哒 还有赞美的时候说 棒棒的 老两口啊 还真的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 现在直播 已经成了曹奶奶和崔爷爷 每天生活当中的固定一部分 甚至可以用 雷打不动来形容他们的准时